我們先跟各位看一下有一些複製的範例的資源 今天你所以會做複製 會參考開始做 你可以怎麼樣? 打完就已經做好了來打 那這些大部分都是免費的 大部分都是免費的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這方式 你可以多去學習 因為其實複製也是要多參考、多比價 對不對 首先第一個呢 這裡有上籤的 實際上這樣應該不足 實際上應該不足 雖然是英文的 各位看到英文的會直接就略過嗎? 大部分部分都要得到比較多 所以你從這邊你可以看到 左左邊這邊有幫你分類有沒有 我要找跟3D有關的 我要找比較有程式的東西 我要找動畫類的 蹲的 你知道蹲的就是什麼? 水平的那個叫橫斧叫蹲的有沒有 廣告嘛 然後按鈕類的有沒有 實裝跟入習的啦 那這個團隊的份就有那個叫做 聯絡我們那種表單的 你在追求那裡可以做 那麼遊戲的有沒有 這個詐騙配下 有一個叫什麼? 上部啊 那當然上部下面也有啦 那有Logo的 對不對 那 intro這個就是什麼? 有沒有有沒有有時候 進到某些網站它有一個叫騙頭動畫 有時候有一段小動畫就要拿到進到主選單 intro就是這個 所以你在這邊主要還是會看到動畫比較多 動畫比較多 所以你去 不敢的 Google起來給它翻譯下去就好了嘛 它是一樣啦 反正就是你拍一看 那當然上部的它 偷偷跌回這個就是真正上部類的 那當然它裡面呢 每個人寫的方法不一樣 所以那個動畫率有差異 所以如果你覺得哪一個OK 你就可以去把它下載下來 像這個這個叫什麼 Style Circle 不過我怕有錢要點進去 好 這個要註冊沒有關係 你就 隨便註冊一下 對啊 我問一下各位 請問如果你要註冊的話你都會打真的email嗎 你會打你平常常用的那個email 會 那這樣以後就常常收到類似信 會 因為你們的都是雅虎的居多嘛 對不對 有用跟我一樣用Gmail的比較少啊 你看我跟你是用Gmail的請問你平常收到類似信的機會多少還是少 不多對不對 勇敢講出來大概幾個 我們是個類似的 哈哈哈哈 那你們平常進去是你的郵件是各類似的 內政線是兩類似以上的嘛 哈哈哈哈 那所以其實我是蠻鼓勵各位可以討論 換不同的信箱嘛 所以我知道要放信箱跟現在換電話一樣很麻煩 但是 你 為了你的 下半輩子搞想 還是換一下信箱比較好 你想看看呢 如果你平常在處理瑞瑞性的時候 假設你每天進去你要處理兩分鐘就好 365天 乘以2 你活假設你活80歲 再乘以80 對不對 哎呀 你都沒把它算看看 你到底 讓這一招那個瑞瑞性上面的時間是多少 小算盤的就要算看看 2分鐘 乘以365 再乘以80 這樣對不對 除以60 你總共讓他489的點三三小時再除以六歲性 對不對 那會除以24嘛 你這一天 一輩子用的20天再除以六歲性 好像廢時間 怎麼樣 好啦反正 這個呢 我要跟大家講一下 如果像這樣你要註冊的 假設你不想要 就是要花你 就是用你藏入信件 的話 你可以考慮一個東西 什麼東西知道嗎 找一個關鍵字好不好 找什麼關鍵字 拋棄式信箱 拋棄式信箱 蛤 是看哪關鍵字 你用拋棄式引擎盡嗎 用來就丟嘛 拋棄式信箱就是要專業啊 就是我不想要暴露我個人真實身份有沒有 所以你就可以用拋棄式信箱 你找一下 讓他就會提供你 有那個提供十分鐘的 以外有看你要幾天的 這個你可以去指定的 反正時間到就怎麼樣 有沒有發現 Mission impossible 這個 來的就自動銷毀有沒有 以前的福島廟盛也有 時間到就自動銷毀 所以這樣他就比較不會讓你的email 付在外面 這樣OK嗎 那我現在不能連出去嘛 所以等一下 我們這樣就關鍵找看看 好那就是一個 另外呢這裡還有 第二個也在這邊 這個其實有很多 事實上也不止 現在不止189了 你把他連到這邊來 你看這些全部都是 有沒有這個FSH的樣板 那就是網絕的樣板 不知道你了解的意思嗎 這些你就可以直接下載下來 那除了這個以外呢 這裡也有 這裡 不過這個好像現在連不進去了 這個可能要找一找 其實像網路上基本就是像這樣 常常會怎麼樣 有起有落 如果他活不下去了 他就關起來了 那麼另外呢 還有一種 是什麼 你現在呢 也不用Flash 直接線上做的 直接線上做 那像這個什麼EC的 還有下面這個 這個MV的 這種就是你只要 好像我們的 有一點那是我們食物群那樣子的界面 可是它是做在網絡上 好 因為我們第一節課我記得好像有分享過線上影音製作那個 有印象嗎 就跟那個意思一樣 當然這兩個 它原則上都是要付費的 也就是說你今天要做好 那你只要選好範本 依照它的範本呢 把你的照片藏上去 打上你想要去 最後就可以做錢回回去 但是你總共要下降的時候它就是要付費這樣子 這樣你了解意思 所以現在其實有什麼 這種方式就有點像什麼 用豬的 因為現在講幾種是大家會覺得比較貴 對不對 所以我就用豬的方式 好啊 那你提供這個服務 我就要用的時候我就用完 那我要張惠好就付費給你 就一次性的這樣 這樣OK嗎 那我就把畫面還給各位 請你先試看看 我們剛剛講的那個拋棄式信箱 那這個檔案呢 在我們剛剛講的那個學習資本 在我們簡報的最下面 所以你如果帶我這邊 你可以重新下載一下 我這邊有一個PPT的簡報 你把它下載下去你就可以找到那個網址